四月份的新車市場 銷售的成績出爐了 幾家歡樂 幾家愁 而這個月的掛牌數 是不是有受到晶片短缺的衝擊呢 進入精采的第二季 我們要來看看 到底今年的測試 是不是能夠再創新高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各大媒體 針對四月份的掛牌數 到底下了什麼樣子的標題呢 我們先來看看 工商時報說 車市無懼車用晶片短缺 四月份的領牌數 仍達3.79萬輛 消失量衝破了16年同期的新高 還有經濟預報說 車市火掛牌數靜陽23% 達37901輛 何泰樂觀後世 這個車市在四月份 真的有這麼的火嗎 我們就來看看 在進口跟國產的品牌排名上面 是不是有一些洗牌呢 艾達 是的 冠儀 我們看到報紙一定覺得說 哇 這個景氣真是好 是 但是不可否認 它事實上跟同期 也就是去年的同期 比較下來的話 它是大幅上揚的 但是如果你換一個角度 來解釋的話 就是跟上一個月比起來的話 它其實又是下跌的狀況 所以我一直跟觀眾朋友們說 你要自己去判斷 不要受到這些報紙 或是報章雜誌的媒體 那有些時候 我們不要講說帶風向 有些時候叫做這個 影惡陽善 那大家看一看 好的狀況之下 給大家一點信心 但是事實上 這個我們還是剛剛講的 不可否認 它比起去年同期 是大幅成長的 有23%的一個成長率 那去年同期 各位觀眾朋友們稍微想一下 去年同期 在什麼樣的狀況之下 去年過完就例年之後 三月疫情剛剛開始 大家正處於一個緊張的階段 那這個緊張的階段 是什麼樣的狀況呢 疫情來了 百頁 蕭條 全部封鎖在這個地方 未來我的工作 都還不知道什麼狀況 收入也不知道 有什麼穩定的情形 然後發現大家都不能出國 國外也不能進來 我也不能出國出差 那我的工作 未來的飯碗到底怎麼回事 大家還是一個大問號的狀態之下 很多的不安定感 很多的不安定感 真的沒有人敢買車 沒錯 對不對 雖然我們後來回顧 去年總體來說 慢慢疫情開始 這個控制得宜的時候 下半年度 開始往上大幅攀升 可是在去年年初 也就是三月四月這個時候 確實是很緊張的狀態 那麼四月份 剛好又是Q2的第一個月 所以在反映出來 是比較精準的一個狀態 因為Q1你看包含了就例年 包含了年度的這個競賽 12月底的這個 衝的領牌數量等等的 有一些不穩定的因素 O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今年的四月 確實也是比起去年 疫情的狀況之下 提升了這個23%的一個增長 而且剛剛看到經濟日報寫的 16年來的同期新潮 也就是跟過往16年來比 四月份它今年2021年 是最好的一個這個銷售的狀況 好 我們來看一下 來 這就是我們國產的五大品牌 當然啊 核泰的這個Toyota 還是這個在一支獨秀的 在這個所謂的龍頭的寶座 所以剛剛經濟日報也寫了 說這個核泰看好什麼 後世的發展 因為它整體的市占率 其實還算相當的不錯 這個每一次再去討論它呢 其實都會反映在什麼 反映在它的整個銷售狀況 顧客的滿意度 甚至是股價上面 來 我們來看一下 二三四五名的狀況 就比較特別了 而且有一些變化 是的 關於你眼睛真理 我們看到 Nissan跟HONDA 打得要死要活 一口氣跳到了什麼 跳到了回歸到亞軍的衛視 它整體跨排數來到2543台 那市占率也高達了16.8% 雖然比去年 上月比稍微衰退一些些 但是你看到沒有 它的這個成長幅度 跟核泰是不相上下 對耶 差一點點 跟去年比是不相上下的 那去年核泰整體表現怎麼樣 很好 對不對 所以當然我們也會看好 Nissan在國產車這一塊 在今年的一個表現 尤其是到時候你去分析它 這裡面的掛牌數量 車種的時候你會發覺 它也是有一些戰將 存在這地方 例如說我們以前講的Kicks 例如說它的Sentra 算是很穩定的銷售 那麼福特的部分你看 成長40.6% 非常非常驚人 比起它上個月 其實衰退的幅度並不高 也到了第三名 那你會發覺 HONDA怎麼一口氣 棒掉到了第四名 對 上個月不是在第二名嗎 對啊 上個月它還是第二名啊 這個月它現在竟然變成了第四名 它整體掛牌數量稍微比較差一點點 但是比起去年的同期 還是有上升的一個這個狀況 但是這1900多台裡面的 你要知道 這個光CRV就1300台 那其他的車它有沒有在賣啊 有啦 有少量的在賣 稍微受到一些影響 那麼第五名的是這個Mitsubishi的部分呢 它不管是上月跟同期 去年同期比較它都稍微有一點衰退 在這個地方啊 我們再來提一下 剛剛啊 我們看到那個新聞簡報上面 寫的是什麼 無懼晶片影響 銷售持續上揚對不對 其實晶片的影響 會不會立即反映在四月份上面 各位觀眾朋友們 如果你的車啊 是貢獻了四月份 這一個大幅度的這個 銷售的掛牌的數量 你買的新車就是四月份買的 回家把你的那個行照拿起來看一下 看一下你的車子的出廠年月 是什麼時候 也就是說 這一些領到牌的這些車子 這個晶片啊 是早之前就已經在供應鏈上面 準備妥當了 所以晶片的影響會落在什麼地方 會落在今年Q2的下半 然後一直到Q3 可能都會有大幅度的影響 所以報紙寫說 無懼晶片影響 我覺得也是要打個問號 但是必須說 Nissan 福特 亨特 米斯比奇 受到晶片的影響 會在未來慢慢的浮現 而Toyota也就是核泰的部分 Toyota的部分我認為 它不太會受到晶片的影響 因為Toyota之前 在311海嘯之後 受到了這個斷電的一個影響 所以他們做了一個這個 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 做了一個這精準的規劃 他把所有生產的零件的供應商 都做了一個這個管理的一個狀態 所以它一直以來 都沒有受到晶片影響 我們可以看到為什麼 因為等一下我們來過來看 看到進口車的部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進口車其實在國外很多工廠 已經停產 甚至停工的狀況 但是Toyota並不影響 反而它的產量還在繼續往上攀升 有沒有 這個我記得上一次節目 我也講過 這事實證明就是說 這一個產業一個公司 它實際上面在規劃它的這個銷售 生產的計畫排程 都要有超前部署的一個這個概念 或者是要先思考 因為以往在受到疫情 現在受到疫情的影響 跟晶片短缺的狀況 打破了以往這個車廠 生產車輛的一個想法是 他們要怎樣 當年車廠是要零庫存啊 是不是 我所有的料都要 即時的到供應面 到生產線上面來去安裝 我不要有任何的庫存的狀態 結果現在因為這個狀況 一個晶片短缺 一台車三到四萬個零件 其中缺一小個零件 就沒有辦法交車了 我問你冠儀 你可以接受你買一台新車 那個Logo沒有辦法裝上去嗎 對啊 不行嘛 對不對 這樣你沒辦法出場 賣給客戶嘛 好 來 我們看一下進口車的排名 Toyota Masili Spence Lexus B&W Mazda 大家跟去年比的 都有的成長的一個幅度 那B&W成長是最誇張的 跟去年同期相比 來到了44%的一個成長 而在上月比的話 你也發現其實它也不錯 對不對 以其他進口車豪華品牌來講 賓士 Lexus Mazda 這都是下滑的狀態 那Toyota 我說要另外 另屁專題來去研究它 因為他們沒有受到什麼 晶片影響有太多的一個狀況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狀況之下 你會發覺 B&W跟賓士的整體銷售數字 越差越少 對不對 B&W可以說是這幾年表現 慢慢持續的回穩的狀況 其實在去年我就蠻看好 B&W未來的一個成長 那當然未來受到晶片的影響之後 我想再過幾個月 就會看出一些差異性的 另外附帶一提 這個特斯拉 這個月掛牌數是零 一台車都沒有賣出去 那當然受到船期 受到它生產交集的一些狀況 它沒有半支船在這個月 因為他們本來就是一季 才進一批車 是不是這樣子 對 好 好 看完了整體市場以及國產跟進口的 在四月份的表現之後 大家發現說 在國產的部分 比起上個月來說 都是呈現衰退的狀況 雖然比起去年的同期是成長的 我們就來看看在四月份 在國產的部分 國產的車款 銷售的前十名 有哪十款車是台灣人比較愛的呢 對 好 我們從賣得最好開始講好了 好 Carola Cross 不意外對不對 還是三千多台 你記不記得今年的一月的時候 六千台 好 那個當然是有一些是去年十二月 故意留 保留一點業績 但是你看它還是賣得非常好 每個月都是三千台 四千台 這樣子在賣 第二名CRV 好厲害 這個它已經 它改款了之後你看 目前依舊可以賣到將近一千四百台 是 好 它最可怕的那個 我看它創的一個紀錄就是 它終於竟然贏了以前的神車 Altis Altis 對 竟然會小輸給CRV 以往的神車 現在已經換Carola Cross做了 所以這個已經確定了 好 自從Carola一出來 Altis的這個神車 馬上就拱手讓人了 好 那你上Kicks仍然不錯 都有一千多台的量 好 我覺得Carola Cross出來 最不會影響的竟然是Kicks 都沒有影響到 之前大家還預估說會影響Kicks 對 因為它畢竟是比較接近的 同樣一個segment 但是真正對影響的是誰呢 等一下我們就發現了 再來Kuga 還是都有破千量 所以我覺得Kuga 好 仍然是不錯的 對 Focus也有破千量 對啊 雖然它們都一直有 受到一些晶片的不足的影響 對 Focus影響最大 其實影響很大 甚至於Altis車款 不過這個月Altis車款 我們等一下稍後講 已經開始交車了 否則的話它真的會 所有車型都要延長保固 然後再來 厲害 這個Yaris 快要900多台 然後Nissan的Centra 700多台 不錯 Santa 600多台 其實我覺得Santa一直沒有賣得 跟它們預期想像的好 所以是有點可惜了 有一陣子小改款的時候 有稍微好一點 稍微好一點 破千台了 對 那但是你看現在還是變成 Yaris和Vios仍然還是變成 這個買第二台車 或是買給小孩 或是什麼的最保守的選擇 所以這兩個呢 就永遠都會在榜上 可是我們剛剛發現 有一台車不見了 Honda的HRV不見了 以往都會在榜單裡面對不對 對 以往前十米一定會有它 它也大概都會有個七八百台吧 對 對不對 但是現在發現HRV不見了 我們稍後來研究一下 它到底跑哪去 所以我覺得Curlors 仍然是影響到了同級車 HRV是那個價位的 那Kicks可能是價位 稍微低一點點 還有價格的優勢 對 而且在 Nissan家裡面 它現在等於是主力戰將 跟Centra兩個 有沒有 一千兩百多 房車的腳七百四十台 也不簡單 所以這兩台車子 他們就兩千台了 對 難怪會衝到 那個國產品牌第二名 對 對 對 所以 Nissan真的是 現在氣勢也漸漸起來 當然我們說成長最多的都是福特 福特跟去年同期比的話 記得上一個表格 好像也是成長三四十八 是 對 所以說真的 今年就明顯看得出來 國產車的這個 就是品牌的這個版圖 是有在變化 沒錯 有一些成長 尤其福特跟Nissan 今年都成長得還不錯 那Honda就比較辛苦一點 我們期待 譬如說它的FIT 或是明年HRV的大改款 看看能不能讓它 不要老是只有CRV一台車 再獨稱大樑 有沒有 對 這樣會滿辛苦的 是啊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